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初印法还是细流法 你们先来看 初印法 它是初印法 所以其实它等一下 但是它有揽过头发 我们还是可以利用重建 把它的法质救到非常的有光泽 那现在拉一样都不会准 我们等一下的流程还是一样要先干嘛 大掃除 对不对 好 对方的是我们再做一次 因为我们下一堂课就是完全揽头发了 所以我希望各位今天一定要把你的胖头发 我讲过的温硕冷烫冷烫热硕跟离子烫完全都要把它搞懂 好 瑞凤今天我们要烫的是什么 双状的 双状的冷烫热硕 双状的药水喔 还记得吗 是双状的药水 好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你们手上的手术 对法术是什么离子烫 所以我们今天重点要开始分析你的离子烫 因为离子烫现在你们手上是不是之前有烫过的那些 对 好了不要忘记了所有的温硕跟离子烫 它的前面流程一直到洗头起来都一样 都一样 所以会有什么 大掃除 那我不再写了喔 大掃除就是一加二 好大掃除完了之后上来就开始 干嘛 测法直 不要忘记这件事喔 我们都会把流程稍微讲得清楚一点喔 测法直 好去找我们的急速 也就是你的药水该放在一到七 很有可能六或七对不对 那测完法直之后 如果你拉起来 是超过三级的 表示它会怎样 是不是有空洞 要不要重建 要 就要来做一个叫做重建 好重建是用我们的重建精华或者是谁 重植素 重植素 好重建完了之后 各位不要忘记 重建完了之后才要干嘛 软化 我们现在是不是开始要来做软化 那软化的时候刚刚我们等一下再写 等一下这个一到七级的药水 你去找它来软化 那软化也不要忘记了 我上次跟各位讲先把它上去 上去之后再来用什么 尖尾梳 在梳的时候 请你记得用手指头去一直去捏那个毛铃片 你就会发现每一根头发都可以让我压平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有脚圆或者是有超导端酸 加了我们的HP的药水 我们是用这个方式调的 那药水上去之后来软化 那软化之后 请你用尖尾梳来带过 好尖尾梳带过之后 如果你确定已经软化完成了 就要干嘛 这么快 要干嘛 还原 还原 不要忘记还原 还原很重要 还原可以让头发再一次起时回升 还原 那还原几分 十分钟 还原十分钟 好再来呢 再来不叫冲水喔 再来要叫什么 洗头 因为这个时候要不要用洗把筋 冲水只有把上热东西冲掉叫冲水 洗头是一定要用谁 2号洗把筋 所以再来要用2号洗 好 因为今天是离子烫 所以2号洗完之后 我希望各位在这个时候就直接拿谁来当顺户 超导多胺酸 超导多胺酸 要不然就是谁 脚 脚原蛋白 嘿 记得脚原蛋白或者是超导多胺酸 来当谁 顺户 好 来当顺户 好了 上来之后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动作就是 吹干 吹脂 一定要吹脂 一定要吹脂 好了 我要告诉各位 离子烫有两种 一个叫做离子烫 一个叫做什么 空气离子 那什么叫做空气离子 什么叫空气离子 为什么大家来有时候跟你们讲说 我要烫空气离子可不可以 那什么叫空气离子 所谓空气离子就是不要让它这么的贴 这么的直 好了各位现在要想象一下 我的头发是怎样 圆的 就是这样一根是圆的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今天要烫离子烫 已经做到这边的时候 上来我要干嘛 吹 吹脂 再用离子夹 好 这个离子夹请各位记得 这个离子夹在干嘛 离子夹在干嘛 就是把你这根头发是圆的 把它怎样压扁 压扁 压扁 所以为什么烫离子烫 烫完头发会变多 会变少 变少 其实是它的量有没有变少 没有 是因为它本来是圆的 你现在把它压扁了 扁了之后它会看起来怎样 比较少 好 你如何让它不扁 什么叫空气离子 空气离子就是让它不扁 不要让它扁 扁的 所以就怎样 用吹的 这样听懂没有 离子夹就是像运斗一样 把它压直 因为离子夹的温度几度 只要超过120度 你的头发结构就会破坏 好 我用吹风机吹的时候 它不会去压扁它 它不会破坏它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今天这个客人的头发 像这样细细的 然后又扫扫贴贴的 你可不可以再压扁 再压扁是不是更扁 它现在如果这里是大纹路卷的 它要弄像它现在这么直 我就可以选择什么 对啊 你就用空气离子 嘿 什么叫空气离子 这里吹直就好了 要吹到很直 因为吹直跟离子夹 两个一起做 就是把头发压扁 如果没有夹过离子夹 就是这个头发还是圆的 这样有没有听到 但是我刚刚有没有软化 有 有所以你还是可以把它吹直的 这样知道吗 所以如果没有把头发整个压扁 它就叫做空气离子 它就叫空气离子 好离子夹 记得温度不要忘记了 谁的温度高 那温度低的勒 大概150度就好了 是谁 初音阀 所以以前你们都刚好怎样 想错了 相反的 结果那个初音阀 我把头发烫起来都好像钢丝一样 为什么 都很有水 有直 有没有直 很直 就这样一根一根很直 但是就很像钢丝一样 所以初音阀 我就把温度怎样 放低一点 你刚刚其实已经把它软化好了 其实上台你没有夹 它还是直的 有没有发现这件事 所以你会看到 它只是在顺顺的把它带过就好了 带过就好了 好 那超导在树木里面这一块 如果你们觉得做不够 可以在客人起来的时候 头发还湿湿的时候 再多抹一点点 再把它吹干 因为它跟它不一样 它可以大量上 我是不是大量上的人 才上什么 卷子 但是它不行 它我要怎样 所以你要记得吹直 离子夹温度高是细法 温度低是粗法 好了 全部夹完 你必须稍微 让它冷却个3到5分钟 冷却个3到5分钟 才可以上什么 2G 2G 好 那各位不要忘记 2G几分 15分 好 上2G不可以大把大把这样抓 一定要怎样 一样从颈备区一公分一公分 每一片每一片这样上 那如果要把它上得更密 更 更 应该说加强一点在2G上面 老师希望各位你们可以学我的手法怎么上 我去沾药水都是靠染刷 可是我在头上都是靠尖尾书 我在头上都是靠尖尾书 因为尖尾书才可以把我的头发怎样 每一根都分开 而且密度会做得很好 因为你染刷一刷上去 你们用手这样推 对不对 有时候刚好里面有几根黏在里面的 所以我几乎都是去抓2G上来沾上去 靠谁 尖尾书 尖尾书一直把它书顺 好上2G一样等15分钟 再来就要干嘛 沖水 对不对 好 沖水的时候 我希望各位沖水这个时候就要用谁 顺乎 顺乎要用谁 7G 还有咧 或者是谁 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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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顺乎 如果你可以加钱就用7G 如果你没有办法加钱就用7G 这样听懂没有 但是通常后来有7G 我们几乎每一个客人都可以让他加 短法的我们加200也好 长头法的我们加300 更长的我们加400 就这样加 所以如果沖完水的时候 在树木这一块我们可以选择谁 细胞膜 我们可以选择细胞膜 好那你就会看到啊 我们在烫零食烫的过程跟各位早期哪里不一样 你们就是没有吹直 没有吹直 没有吹直当然会看到不一样 好那各位看到我们德里的温硕 温硕是不是跟那一块全部都一样 可是差在哪里 我没有写到修剪 但是你们会看到大嫂子网我们会修剪 然后软化 软化之后我们再看他的 因为他的头发应该是 好这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 尖尾书为什么我一直认为他很重要 因为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在用尖尾书书的时候 用手顺便去摸去带 去摸去带我就看到那个头发怎样 还有没有颗粒 有颗粒我就继续搓 搓到他没有颗粒 所以他等一下上海的时候头发都变什么 好的 都变比较光泽的 好尖尾书带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还原 所以我们的温硕是不是跟零食烫都一样 还原十分钟 那还原十分钟一样用谁洗 二号 二号洗 好二号洗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烫温硕了 所以就直接怎样 上来再做 那二号洗完上来 撕法上操倒 撕法上操倒上卷 记得我们现在重点都在 那如果他的头发是比较没有烫满过的 很粗硬的你就可以把它吹半干 因为他没有太多的什么 情节 但是他现在还是有受伤 因为他又怎样 有懒 所以撕法上操倒然后上卷 好再来加热 加热我们一样选择用一二三四 有时候第三的时候就已经好了 所以加热的时候你看他的头发 现在我们可以选择 我上次跟各位讲过了 你们回家看一下你的热缩机 温度高不高 如果不高了 你可以把温度再提高10度 如果加热很快的 就是像我们那个小苹果的那一种 其实那种加热都速度比较 比较快 他比较快 他就是你按的加热比较快的 所以在这边加热 我看他的头发 如果我用110 5分 120 5分 我现在大概这样写 但是你们要记得一件事 有时候到3 已经怎样 全干了 他头发倒 哇吸水度没那么好 到3的时候全干了就好了 不是一定要把他刻一直加一直加 有时候到3就差不多好了 那这里也一定要记得 必须要做冷却 最后最后要冷却15分 因为最后要让他怎样 完全冷 稍微比较冷一点才可以上27 好了 这一块 请各位你们不是 这不是固定模式 老师在现场怎么做 如果今天他是初音法 我搞不好就真的照这样做 如果他今天是细软法 而且我软化起来的头发非常好 法质非常好 表示这个细软法 我做的重建非常彻底 那刚刚也讲了细软法需要温度怎样 高 高对不对 我会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我会直接120分钟第一次 这样没有听懂 因为他需要谁 温度 嘿 那初音法不需要那么快的温度 没关系 但是细软法需要温度 我就会大概 我等一下会擦掉 你看喔 细软法我大概会这样120 第一次 直接怎样 10分 但是我冷却就要几分 10分 第二次 130 5 第三次 140 5 我会用这样 他有没有比较高温 而且他有没有比较急重 因为他第一段就让他10分钟 嘿所以我会在现场用这个方式 如果你们 那如果你记不起来 不要不要这么麻烦 你就记得用这个方式来加 好冷却完之后 我们要上谁 二剂 好二剂不要忘记了 我们的HP系列的二剂 液状的 加谁 细胞膜 15分 因为他是休三娜的二剂 所以他是15分 好 二剂好15分之后 我们拆卷就用谁 顺库 嘿 我们尽量 在这一块 我希望各位都不要再用洗髮精 因为我们已经洗了几次了 两次 一次 两次 嘿 已经洗了两次了 够了 所以可以直接用我们的顺库 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细胞膜 如果你要用好一点 就可以直接用细胞膜 也可以用我们的什么 奇迹 这样 这样听懂吗 嘿所以 那为什么在这边上课 我都没有让你们直接用奇迹 是因为 我要你们看到起来的法子 我跟你讲 奇迹坐下去那个法子 谁都是好的 嘿 谁都是好的 嘿所以 那其实法子好不好 上一次我教各位看过的 一记软化洗完头上来是不是就摸到了 对 有没有颗粒就摸到了 就完全摸到了 好 那之后我们就用顺库 不要忘记一件事喔 头发烫卷的或烫直的 要吹风浅 要不要打顶 要 要不要整理 要 所以我们要先 怎樣 護理再造型 不要忘记了喔 先 護理 再造型 那 那 物理一样喔 我们都会上水啦 或者是 隔离霜啦 那造型品 我们就去找什么 雕啦 焦啦 透墨焦 那些都是属于造型类的 所以你必须要去找你自己习惯性的 还有包括客人喔 客人也会习惯抹什么 你们有没有再问 就像我如果帮他烫好的头发 我说 你以前都抹雕还是胶 还是什么 有时候客人就会告诉我说 我以前都抹泡沫 你们现在还有泡沫吗 有啊 那或者是 我不喜欢像以前这样抹那一堆什么 泡沫 那我就会跟他说 那你可以抹我们的霜就好了 我们的导波霜 或者是我们的卷卷乳 是不是霜壮的 霜壮的你抹一抹它又轻 轻壮它又没感觉 所以你要先问一下客人 他能接受什么 好 这一块有没有问题 这一块应该比较没问题 因为我们这一块上一次 已经完整的从头到尾做过一遍了 那最后一个离止胖是因为 你们上一次的那些头发 再把它救回来 嘿 再把它烫回来 再把它救回来 还有救回来的时候 我等一下要教你们法尾很重要 法尾就是你在用引记软化 那时候就要怎样 让它的颗粒完全是平的 这样你在烫离止胖才会漂亮 嘿才会漂亮 所以这关键都在哪里 对 软化吧 就是选什么 选药水 对不对 好 再来瑞凤德我们的 冷烫热塑法的霜状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们上一次有很多同学 没有看过霜状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讲的霜状 只有谁可以 只有谁可以 HP 嘿 HP喔 不要忘记喔 HP或HR的药水才可以 所以冷烫热塑法的霜状 也就是 第一个它还是要干嘛 大扫除 好 大扫除完了之后 一样去找药水 就是测法子 我要看它的法框 对不对 那法框找到了之后呢 重建 因为如果它有受伤 我们就必须要什么 重建 那如果没有受伤 如果是初音法 健康法 我们当然就不需要做重建 就直接打谁 重建完之后 上细胞膜 一定要记得喔 这一件 这件事一定要上 上细胞膜 上细胞膜之后 那上药水上卷一样 我们把它分区 不要太怎样 不要全部了之后 再来上 我们可以上细胞膜之后 来上药水上卷 好 这个时候是霜状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干热靶 干热靶 也就是怎样 烘干 烘干 烘干就好了 一样让它暖化大约 老师做到的时间 暖化时间都大约15分钟 所有的药水我几乎都会放在 除非是特急烂的 就是上去就来不及的 要不然我就烘干15分钟 这个时候它是在干嘛 暖化 暖化 好 暖化好了之后要干嘛 还原 一样要还原 我们现在医学抗法一定要还原 还原精灵几分 还原精灵10分钟之后 冲水 这个时候只有冲水 如果是细软法 受损法 就要冲泡泡水 记得 如果是细软法 或受损法 就要冲泡泡水 如果是初应法 或健康法 就直接怎样 冲水就好了 好了 冲水之后上来 就干嘛 烘干 这个时候要塑谁了 哎 轻健 这个时候要塑轻健了 好 烘干 那烘干的时间就不等 因为有的人头发是不是很多 有的人头发怎样 很少 有的人很短 有的人怎样 很长 你就是把它烘到干 好了 这个地方记得一件事 谁要全干 你们现在只要抓到这一件事 你就会发现 你烫头发不再需要怎样 太久 太久 所以 来细软法 我们轰到全干 那初应法 我们轰半干就好了 初应法 我们轰半干就好了 好了 轰干之后 直接上谁 二剂 那二剂不要忘记 二剂里面还是要上 HP的二剂液状的加谁 细胞膜 好 加细胞膜 那二剂HP的液状加细胞膜 一样15分钟 那再来一样 我们顺库或其极护理造型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样比较清楚一点 嗯 你把所有的流程 也就是我们在现场 烫头发的 不管你是要烫 温朔也好 冷烫热朔也好 离子烫也好 那冷烫热朔 不是只有这个啊 还有一个是谁 液状的 记得吗 液状的 所以那液状的就可以用加热 也可以怎样 静带就好了 就用浴帽或者是保鲜膜 把它包起来就好了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种方式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HPHR系列的医学套法 重点都放在哪里 重建 还有咧 第一个重建 第二个药水 药水 也就是它的药水里面的氨基酸 泛光氨酸量比较高 所以它在烫头发顺便怎样 护发 第三个呢 还原 就是这三点 这三点只要做到 你就会发现跟以前的烫头发怎样 完全不一样 我可以把髮指怎样 完全的拉回来 完全的拉回来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它额头不是很高 适不适合流流海 不是很 不是有流流海 它额头没有很高 所以不是有流流海 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有没有发现它的脸其实是瘦的 对啊 它哪里比较瘦 所以它应该是下摆空 才对的 就是它可以从大概 你看我现在看那边 大概从这边开始 从这边以下 让它比较空 它就不一样 好 这里 这里 它可以讲这样 一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 它可以减流海 但是它可以中分 它的脸型可以中分 中分不是每个人可以的 中分不是每个人可以 中分第一个前提一定要是年轻 像我们已经不年轻了 一定要脸型漂亮 要不然没有办法中分 好 那它如果中分 要记得 你看它现在 你们看到它脸 最让它感觉到没精神的是哪里 它的法令纹 对啊 有没有看到它的法令纹 好了 它的刘海如果刚好落在这里 你就会忘记它 对 对 你就会忘记它 所以它如果真的减中分 可以 可以减到这里 鼻头这里 然后刚好分过来的时候 你们会看到头发 而不会看到它 但是它现在把它撩这样 我就一直看到它 哈哈哈 有没有看到 我现在你看从那边看也是 你就一直看到它 可是如果它在这一块 一点点所谓人家的空气刘海 但是是中分 如果这两条 刚好落在这里的时候啊 等一下下面这里 开始从这里开始 全部都是卷的 你就会忘记那两条 嘿 要不然你就会发现啊 看看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 帮客人整齐 可是头发很重要 头发一变了之后 整个脸都会怎样 都会改变 嘿 就像很多人觉得 我的脸是圆的 不适合绑马尾 错 嘿 要绑马尾 你们不绑马尾 脸会更圆 除非你把它剪得漂亮来遮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件事 你看它现在这样 把它放下来 它反而怎样 它反而没有精神 为什么 因为它这里也是起的 嘿 所以那你会看到啊 如果它像它刚刚 把它全部都拿起来 面上 有没有看到它脸景变比较漂亮 对 所以很多人害怕绑马尾这件事 不是 也很多人害怕把这里撩光 就是这里都怎样 都不敢撩起来 结果一直遮一直遮 越遮越 越早 越遮越早 所以如果你的额头啊 不是真的很高的 我希望你可以把它撩起来 但是它不适合再夹这样 你们看一下 为什么 太长 你看我只有稍微抓 你看它的脸还怎样 太更长 所以其实它如果要年轻一点 我会建议它剪刘海 但是不可以遮起来的刘海 对啊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空气刘海 然后那两条刚好落在这里 这样 刚好落在这一个 鼻头的这个位置 嘿刚好有两戳 嘿那 偶尔这样要出门了 但是你们现在看不出来 是因为它这里是怎样 起的 好来 谁帮德琳先大扫除 大扫除完之后我帮它剪 因为它可能要剪掉蛮多的 因为你这里完全没有层次 等一下它的前面 我会让它有一点点走空气感就好了 不要再这么厚 那后面啊 我们等一下让它变成高层次的 那高层次的温溯啊 你们可以用一个方式 你只要把它剪刺刀都可以很美 一定会很美 一定会很漂亮 所以你只要知道它发型的结构 那我现在分的这一撮空气流海 刚刚我说要让它弱点在哪 鼻头 鼻头 让它鼻头 鼻头的时候它这样吹 往前吹 翻上去 刚好掉在这边 就会把这两条怎样 遮掉 对遮掉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做啊 你就会发现啊 它会很明显看到它的脸好瘦 所以我现在把它的流海 那流海这一块可以 欸你头发很硬 所以这一块你可以自己吹 不要再把它弄很久 没有很多 就往前吹喔 好 鼻头的位置啊 我现在抓大概在这里 因为它的最深的纹路在 法令纹这一边 所以鼻头这边 我就把它完全剪掉 可以啊 好 那如果我现在把它这一块啊 这一块刚好落在这里 那你就会看到 我现在如果上去了之后啊 它会在中间 掉下来的时候 刚好在这里 嘿 刚好在这里 所以看到两条 就会怎样被遮到 嘿 就会被遮到喔 好 那现在呢 我把它分四区 把它分四区 那四区就是我们的正中线 跟侧中线喔 好 正中线跟侧中线 我把它完整的分四区 那四区 我要知道 我刚刚说我的落点 要落在它这里 下巴卷的地方 好 所以我把正中间的这一块 也就是四区的这一块 先抓一个什么 U字 基准线 嘿 先抓一个基准线 那这个基准线啊 你就会看到啊 我现在抓的这一块就是 这四区里面都有一小块 都有一小块的部分喔 这就是我们在标榜结构里面的 系统里面的见真层次喔 那以前你们都知道说 很多设计师都一刀剪 就是一刀拉起来剪 对不对 但是你都知道一刀剪完之后 放下来就是层次的美 嘿 其实就是这个用意喔 那这一刀就是我要枕头的基准线 请你们要先看一下 我要让它落在哪里 嘿 我要让它落在下巴的地方 或者是让它肩膀的地方 所以我要让它落在哪里 这个很重要喔 所以我现在让它掉 掉的位置大概在这里 所以欸 客人如果看到我这样剪 他都会吓到 他说啊 这么短 不会啊 他没有这么短 好 我现在把基准线抓出来了喔 那抓出来之后 就把它一样分四区 那四区很完整的 把它抓起来 侧面 侧面你们在 我的人一定要站在侧面的位置 有没有看到刚刚很明显的基准线 嘿 刚刚很明显的基准线 我就把它直接做裁剪 我告诉各位喔 你们只要系统懂得 剪头发很快 又可以很美 嘿 他又可以很美 而且不用剪这么久 好 第二区 好 第二区我就变成 我一样要站来模特的侧边 嗯 嗯 那还有一个头发一定要梳整齐喔 好 一样的把它梳整齐 有没有看到基准线 嘿 是不是很明显 所以啊 你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喔 来做裁剪 好 这好了之后 你就会看到 这两区是不是都好了 嗯 剩下后面的什么 两区 一样的我都是水瓶剪法 所以我都会站在他那区的后面喔 后面 所以我都会用水瓶方式剪喔 好 一样的把你的后面分起来 其实他尾巴 他头发很好 可是他尾巴有点干 好 水瓶裁剪的方式 各位不要忘记喔 一定要把你所有头发都捞起来 嘿 梳顺了之后 请你对准刚刚的 顶点 顶点上来一定要是垂直的90度 所以这一条顶点其他就没有了喔 其他就跟着我的眼睛直视就好了喔 所以你就会看到 我这样做是用水瓶的裁剪方式 等一下拉起来 每一根头发都会是一模一样喔 好 剩下这一区 所以啊 我们在现场如果长头发 其实长头发比短头发好减 而且又比较快 而且我告诉你比较不会失误 短头发会不会因为脸型的关系 会因为发流的关系 嘿嘿 所以啊长头发一定是比较好处理它 好一样的 什么叫水瓶结构喔 水瓶结构就是 就是我现在站在它的这一区后方 那我现在的裁剪线是跟我的地板层平行 是跟我的地板层平行 所以我在对哪里 我在对顶点的基准线 我在对顶点的基准线 因为顶点的基准线啊 你如果对到了之后 你才知道说我两边抓 大概要抓多高 好 这个方式裁剪完之后 你就会看到它有没有层次 有 它的层次就会很高 好上面比较短还是上面比较长 上面比较短下面比较长 所以它会变成高层次 好这样好了之后 请你再用直线条的方式来检查 好用直线条的方式来做侧部的检查 好这样就会发现你剪头发很快 好短头发短头发也是 其实短头发要让它 碰不碰都是有技巧的 那万一如果它的把量是很多很多的人 请你在这个时候 高层次会哪里比较薄 哪里比较薄 是不是发位比较薄 发位比较在哪里 打哪里 这一层 最上面的这一层 因为这一层会看起来比较怎样 厚重 会比较厚重 你看它这样剪 我几乎都不会去修到 你们用这个方式来裁剪 裁剪完了之后 再来修它的外轮廓就好了 那它的外轮廓一定会变成什么型 火圆型 一定会变成是尖的 因为它现在是上短下长 所以它的外轮廓一定会是变成是尖的 那变成尖的相对的 它也会变成比较怎样 虚 变成比较虚的 但是各位就会看到啊 好 我们把它的外轮廓稍微做修剪 因为没有很多 因为我要保留它的外轮廓线是尖的 好 各位有没有看到它层次变很高 在这里 它等一下层次会从这边一直到这边 全部都有 好 如果没有层次的头发 就会变成很重 那因为它的发量很多 所以它现在这里没有卷 所以我这边不会去动它 万一你的客户是这里卷的呢 嘿 这里要动它喔 这里不是只有调量而已 在软化的时候 要把这边的头发顺便怎样 弄直 弄顺 要不然它这里的头发就会怎样 就会蓬起来 嘿 好 那在我现在帮它做裁剪完了之后 不要忘记一件事 我刚刚说 它要的是烫头发 所以我要不要找发指 OK 我现在看一下 好 它从这里到下面 好 我们来测它的发性 它大概会在哪一级 好 一样的 把你的头发抓起来 好 这样一公分 来 拉看看 你说它很健康吗 没有 没有 因为我随便拉的就开了 所以你说它很健康 对啊 来喔 再看一次喔 它现在是让我摸到 只有尾巴一点点颗粒 上面是还好 但是重点来了 来注意看喔 一公分 拉到三公分 好 我放掉 没有回来 他没有 他没有回来喔 他还是在这么长喔 而且其实它里面已经有一点这样 看得到你们这样看不到 对 对 其实它已经有一点怎样 对 有一点膨胀了 有没有 所以它也不是直的喔 如果正常回来的健康法要是怎样 直的喔 而且但是你看它这样完全没有直的喔 所以你们觉得它可以放到几集 它是初应把游览过 这个尾巴我们要当做游览过喔 这个尾巴游览过喔 所以它是初应把游览过 你们会把它当几集 你们觉得你们会把它当 如果是你们现在自己挑 你会把它当几集 我用中度的去上 因为它还不至于能上健康 深化第一个不用讲了 因为它已经有懒头发 是不是已经去掉了 第二个 HP的健康 它不是回来是怎样 直的 也不可能会去动到HP的健康 所以我会放在什么 HP的中度 好 HP的中度是中度 可是要不要充件 要喔 因为它这样拉是不是很快就弹性了 所以我还是需要把它怎样 重建 所以它整个下面尾巴这一块 要全部都打重建 再把它补到它的张力 跟它的韧度弹性都要回来 这样它等一下烫头发回家 它就很好整理 就完全不用整理 它就是卷的 那各位如果看到它现在如果不烫 它现在如果不烫 或者是不管它 其实它的头发没有很健康喔 它的头发 再拉一次给你们看 它头发还 没有到非常非常健康喔 对 来 你看喔 1公分 拉到3公分 然后我放掉之后 有没有看到 它头发 有点折了喔 还有 你知道喔 软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 来 对折 捏着 把你的头发对折 然后捏着 三秒钟 三秒钟打开 打开 打开之后啊 来我折给各位看喔 它现在是没软化喔 没软化的头发 用你的大拇指跟你的食指去把它压住 压住 压住 那压住之后啊 再把它放开 放开 放开 你会看到 它有没有折痕 如果有折痕 嘿 它没有很健康 嘿 它没有很健康喔 那我再把它拉直 你们会看到 拉直 好 拉 它没有很直喔 嘿 它没有很直 更何况我们现在在测 软化是这样测 一公分拉到三公分 回来的时候 你们会看到这样 有没有看到 嘿 很清楚的看到 它就是已经 怎样 你看这么明显 所以它根本不可能用到什么 健康 但是 会不会断 不会 所以它也会用到什么 受损 所以只能学什么 中度 嘿 等一下我们就帮它重建 重建完之后 就怎样 中度的药水 这样知道吗 健康的会 应该会 那你从那一块 好 上药水 一样要习惯 分四区 有没有手套 不是吹干的问题 现在没有是吹干喔 现在是干嘛 上药水 软化 软化 不是 它刚刚在干嘛 重建喔 那不是吹干喔 嘿 它现在是说 为什么要吹干 对 它现在是重建喔 那因为它的头发 已经重建 OK 等一下从这里 这里 以下 那你从这一区 不会卡的 就是两个人在做 一定要习惯性的把它分四区 那分四区之后啊 你就会看到 你在操作上面 就会很好操作 好 你们手上的也重建 也重建完了之后 有上药水了吗 上了喔 上了不要忘记喔 要梳喔 利用肩尾梳 所以我们在现场重建啊 其实它很快喔 没有很久 那重建完之后 马上软化 也没有很久 大概十五分钟 那现在上完之后啊 直接看时间 大概十分钟 我就开始输了 那如果很健康的头发 那如果很健康的头发 我也有时候 从现在开始 就直接看十五分 但是我现在就输了 那如果它没有到很健康 我会停大概十分钟 再来输它 好 帮我看时间 好 十分钟后 要记得在现场的时候 可以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 嘿 因为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 它就会发现啊 它会比较快 那 所以要用保鲜膜 对 因为它的没有很健康 所以我不要输 我要等十分后再输 有吗 好 它如果吹不到冷气就还好 但是在现场都要包喔 因为我们现在都会有冷气 那有冷气这样啊 稍微把它 啊不要包很紧喔 嘿 不要压很紧 因为压很紧你就会发现 那等一下啊 等一下记得 十分钟之后 来 先跟你讲影片喔 十分钟之后 薄薄的 嗯 比刚刚上药水更薄 嗯 更薄 然后这样输 每一根都要输到 嗯 那在输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这样去压 它的颗粒就会不见 对 颗粒就会不见 好 那等一下在输的时候要快一点 然后这样输 梳完之后 你看你现在这样摸它 没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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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等一下十五分钟好了 我就直接喷还原 还有就直接喷还原 所以 十分钟后来输 那各位也要记得 不要太久 不要输太久 你在输的动作啊 尽量快一点 因为 其实它是长头发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融化很快 好 十分钟后开始输 干就没关系 没有卷起来都还好 你刚刚还有手套吗 你刚刚还有手套吗 只是有的颗粒都没输 嗯 我摸 我摸看看 但是啊 重点是不能让手套 所以要一边梳 一边看 对 要多那个特例 啊 如果再梳的这五分钟 已经卷起来的 要喷了 对 要喷了 如果没有都会一起喷 看你的侧面有比较 对对对 对对 侧面有一个轻薄 侧面有比较 做 用冷烫盆 要 好 我用 我用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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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脸贴起来 把你的脸贴起来 不是都是这样的 你们用这样子拍 我一下 谢谢 你摸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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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